为了促进泰鲁阁族人族群自我认同和文化传承 也增进台湾社会不同族群认识和尊重 昨日起到11月15号期间 在泰鲁阁族文创园区来办理正名20周年策展 也欢迎相亲一同来认识泰鲁阁族的文化之美 修营乡公所2024泰鲁阁族正名20年策展 截至起到11月15号在修营乡泰鲁阁文化创园园区办理 希望能够呼唤所有泰鲁阁族人一起响应 纪念正名运动以及深化主群认同 尤其泰鲁阁族传统生活领域 以土地自学304家独特的山林领域 生活交织成泰鲁阁族独特的文化特色 无畏坚人的民主性情去争取我们的正名 我想这个都是新世代年轻人 现在才非常清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 93年我们成为了泰鲁阁族成为了台湾第12个大族 如今我们今年满20周年 我们一样要记得我们独古的传统领域 常常说以山山林是我的家土地是我的血 这个是Della常常常常常讲的这句话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因为会因为我们不会忘记这段话 会对我们自己的部落 自己的族人 会有更多一分的爱 泰鲁阁族与同源同种的泰鲁族 因为分居年代久远 生活环境不同 在风俗习惯 文化 传统 不适 歌谣以及语言产生极大的便利 经过族人们长期努力争取 泰鲁阁族终于在93年 2014年1月14号获得官方证明 成为全国第12个原族民主 从此族人们可以大声地说 我是泰鲁阁族人 为了促进泰鲁阁族群 自我认同以及文化传承 也增进台湾社会不同族群认识以及尊重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